随着报税截止日临近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个时机 骗取民众的钱财 而这种情况近来变得尤为严重 国税局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报税记忆间所发生 与报税相关的网络炸弃事件 较去年同期增加400% 国税局目前已经在其网站上 向纳税人发出一份警示文件 来提醒民众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骗子 冒充国税局或者税务软件公司 来对民众进行诈骗 根据国税局的讯息 这些骗子往往利用诈欺性的电子邮件 来获取民众个人讯息 这些电子邮件中 一般都有恶意病毒软体 并可以由此感染邮件接收者的电脑 国税局还提醒民众 正规的报税机构和公司 一般是不会通过电子邮件 与客户进行联系 并要求得到私人讯息